发个字 我有一事生死予之 怎么样才能找到那个 让你觉得很有意思 能够专心投入的事情呢 那个事情不是找到的 我的经验是什么呢 起初谁也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我爱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你会有天然的兴趣 说看见人的写作 我也挺喜欢的 看见这本书我想看看 然后想一个地方 说我想去那玩几天 就在这个不断试验的过程中 你慢慢地发现 你究竟喜欢什么 你说我就想成为 一个很美的人 那什么是美 如果你认为美就是 大眼睛 双眼皮 尖鼻子 尖下巴 那你对美太不了解了 你会发现原来 正在大漠上说 大漠固烟值 长河落日圆 这个很美 所以当你懂得了 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 看过了很多生活方式 试过足够多的经验之后 你一定会找到 自己最热爱的那个东西 然后不要放弃它 你再热爱它 你都有一天 想要拿枪崩了它 所以在这个时候 忍一忍 然后继续往里走 最后你会发现 你比别人都走得远 感谢观看